你自己的心情 我很注重家庭 相處方式 家人相處方式 我記得我之前就是 理想性就是問三個問題 然後我有問 用三個詞描述 父母眼中的你 我在刀兵的時候 我媽媽給我 發了一段文字 她跟我說兒子 你是我的驕傲 我媽第一次說這種話 我的家庭我父親可能 都是那種 不是太會去鼓勵人 對 然後我爸爸媽媽 我要從細微的觀察裡面 發現她的想對我說的話 對我一些期待 男孩嘛可能就是這樣 因為我從很小的時候 就比較獨立了 你是家裡的獨生子女 我還有個弟弟 親弟弟啊 親弟弟啊 我大他八歲 從小是我把他帶大 他現在是在 他現在應該快要工作 他學的是體育 沒有沒有沒有 他就沒選擇就上大學 打球嗎 沒有打球 他是做那種田徑的 只是看他有幾次的路想走 其實我跟他聊過很多次這些東西 感覺你還挺親近的 我倆其實不親近 我倆從小到大沒吵 沒哄過一次的 沒吵過一次的 從來沒有 那不親近是什麼 是因為相處的時間比較少 不親近 對相處時間比較少吧 然後可能弟弟也會有 小的時候很親近 長大可能現在這個階段 會有點青春期吧 但是也會跟我說一些東西 跟我說一些 但是他很聽話 超級聽話 從小就這樣 就這麼大點 我真的有話力 看我哄到睡覺 你吃橘子吧 包個橘子吃 我們吃 我想吃 你想吃我喝 這就是我家人嗎 那你喜歡的家人之間的相處模式 是什麼樣子 這男孩跟父親是哥們 媽媽就像姐姐這種 是希望能夠開玩笑 然後包括可以深入地聊天 這種感覺嗎 對有的時候別人可能會覺得 他們不干擾你的決定 那你還挺幸福的 但是有的時候 我其實想讓他們給我一些 那你會跟他們講嗎 就不會說 但其實總體來說還是好 還是很好 很愛我 很關心我 有測速照相限速每小時八十秒 有點痠 醒活睡 醒活睡 清醒一下 吐一下 吐一下